第481集 这是田建国说 小东你看 这个就是我们办公的地方 宿舍在西边的房子里 东边的房子是火房间仓库 由于这里的事情不多呀 但有一定的危险 主要是潜水和救援工作 因为这个 咱们这里就四个人 我 张远 你 还有伙父 唐富贵 唐富贵负责给我们做饭 这人是一个活吧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我们的工作就是一天巡查一次 没有情况的时候啊 就可以闲着 所以你这个临时工就是打扫一下院子 当然了 我和张远会帮你的 所以不会太累 正说着话呢 这时一个老头说道 哎呀 这是来信人了 我看看 还是一个小孩 嗯 这个小孩好玩 打的不陪我玩 小的陪我玩 我听着说话声 赶紧地望过去 来了一个人 身上穿着白挂子 围着一个 沾满油污的围裙 手里拿着一把铲子 看上去有五十来岁了 双眼眯着往下弯曲 一个大鼻子 嘴上的胡子刮干净了 留下了清楚的胡子茶 这个人长着一张笑脸 他跑到我们跟前 把手伸出来 一下子握住我的手 然后对我说 这两个小子说 今天要来一个很厉害的新人 看来就是你了 我叫唐福贵 是这里的伙父 也是这里的桃桃 这俩小子都听我的 你叫我老唐也行 叫我大爷也行 当然了 你要是觉得吃亏啊 叫我干爹也行 老头一边说话 一边朝我几眉弄眼 这时李队长说 小洞啊 你别听着瞎咧咧 他就是一个老顽童 你叫他老唐就行了 一个伙父还反了天了 我听到这里 叫了一声老唐 然后说 你好 我叫杨小冬 嗯 小冬 这个名字不错 你以后只要听我的 我保证让你吃的宝宝呢 来来来 我领着你到我的厨房 不 到我的办公室去看看 我哪里好吃的多的是啊 这是李队长说 老唐啊 别闹了 我们还有正事要办呢 唐老头听了 装子生气的样子 对李队长说 哼 好好好 我不闹 你们今天上午的饭可没有了 要怪 就怪你们这个新来的 他不叫我干爹 说完 唐富贵倒背着手 迈着八字布 含着脸就走了 走了几步 忽然回头 朝我做了一个鬼脸 然后就跑到旁边的小屋里去 李队长看到那间小屋对我说 这个唐富贵啊 就是这个脾气 整天都疯疯癫癫的 不过 他这个人很好 刀子嘴豆腐心 是一个好人 我赶紧点头 李队长他们把我领到了办公室 从抽屉里掏出了纸给我 让我填上表格把自己的姓名 住址都写上 就这样成了潜水救援队中的一员 办好了手续之后 李队长请我们吃了顿饭 虽然唐老头装作不情愿的样子 可是李队长让他做饭 他还是赶紧的给做饭 吃过饭之后 李队长放了我两天假 让两天之后来这里报到 我非常的高兴 吃过饭之后坐着巡逻艇 又回到了王二那里 让王二开着渔船 把我们送回了家 经过这些日子的船上生活 我觉得坐船比坐车方便 一路上高兴的不行了 一路上盘算着我的两千块钱 该怎么分配 最后我决定 把两千块钱分成三份 八百块钱孝敬我父母 八百块钱给我干爹 剩下的四百块钱呢 我买衣服和生活用品 回到干爹的家里 我把我的想法说了一遍 然后拿出了八百块钱 恭恭敬敬地给了干爹 说是孝敬干爹的 干爹听了之后笑着说 你这钱啊 我不要 留着你自己画吧 可我还是坚持给干爹 说以后要挣更多的钱 孝敬干爹呢 干爹听了之后 非常的高兴 把钱收了之后 说要给我攒着 用的时候再给我 把钱给完干爹 我就去买信纸 信封给爹娘写信 那时候没有现在这么发达 最先进的交通工具是电话 可因为大妞的原因 我不想麻烦任何人 写信就成了最佳的途径 当然了 这钱也只能通过邮政汇款 买好了信纸和圆珠笔之后 我跑到了自己的房间 开始给爹娘写信 在信上写了爹 娘 您好 见字如面之后 我就不知道该写什么了 拿着笔 心里思绪万千 在家里的这半年 经历了太多的事情 有悲伤 有喜悦 有高兴 有绝望 出来的这些天 我想爹娘 想麻子大爷 想寒寒 想大黑 可再怎么想 我都不能回去 在我的内心深处 其实还藏着两个人 一个是狐贤如烟 另一个就是刘家 他们是我心中的头 一个无法言明的头 只能在内心深处想着他们 想着想着 我的脑海中 闪出了一个恶人 大妞 一想起大妞 我内心一阵厌恶 我今天所有的一切 都是被大妞所赐 我救了她的命 可她转眼 把我送进了看守所 差点要了我的命 我不由地握紧了拳头 恨大妞恨得咬牙切齿 不过无论怎么恨 我都不能对一个女人动手 想到这里 我又忍不住地叹气 想了很长的时间 我都动不了笔 期间几次 泪水把信指打湿了 让我不得不思去重洗 第一次离家 是迷茫的 虽然时机很大 但总不如在家里舒服 幸好我跟着干爹 没有受什么委屈 但一想到自己有家不能回 就慢慢地伤悲 这时总是控制不住 自己的泪水 不能再想下去了 再想下去啊 心脏会受不了 不能再想下去了 赶紧给家里写完睡觉吧 我擦了擦眼泪 在信纸上写了起来 给家里写信 有个原则 那就是报喜不报忧 我用最朴素的语言 把信写完了 爹 娘 麻子大爷 韩寒 大黑 你们一切可好 我在干爹这儿挺好的 已经找到工作了 跟着工家干的 也算是 吃上国库粮 现在出息了 一个月工资四百块钱呢 干的活不累 另外 还给家里寄了八百块钱 那是我挣的 你们不用替我担心 在家保重身体 爹 娘 我还是那句话 没有做对不起大牛的事情 你们不必抬不起头来 我想老天有眼 事情总会水落石出的 当我在外边混好了 就回家看你们 另外 让韩寒照顾好大黑 别让他再乱跑了 好了 就写到这里吧 剑字如面 杨小冬敬煞 我的第一封信 用寥寥无几的字写完了 想家是毒药 一旦犯了 就会掉眼泪 写完信 想回家的我 半夜都没有睡着觉 尾层清贫 难承认 不经打击 老天真 这也许是对我的考验 我不应该一蹶不振 应该勇敢直前 一切都会好的 接着 我就开始想我以后的人生 人生就是这样 需要自己劝自己 给自己画大饼 结果 我给自己画的饼太大了 直接的后果是撑得睡不着觉 到了下半夜 好不容易睡着了 到了第二天 我带着信和钱到了台儿庄油店局 买了信封和邮票 怕爹娘收不到信 我特意花了三块八 寄的挂号信 油资是八毛 挂号费三块 然后到了另一个窗口 说寄钱 里面的工作人员拿出了一张条子 让我填上地址 我填上了之后 认认真真地核对了好几遍 付了油资和八百块钱 拿着收据 心里这才算是一块石头落了地 给家里寄了钱之后 我心情大好 在台儿庄那里玩了一上午 到了台儿庄战役的博物馆看了看 买了些衣物和生活用品 准备到潜水救援队报道 开始了我的新生活 很以为 我的人生可以顺利地走下去 却没想到 命运一直和我在开玩笑 以前经历的那些磨难 仅仅是一个开始 到了干爹那里 干爹又给我买了许多的东西 让我在潜水队好好地干 能在水中救人 是一件积德的好事 我收拾好东西 把水铐和峨眉刺都带上了 看了一遍也没有什么遗漏的东西 我背上行李 坐着干爹的小船 到了王二那里 换上了他的机动船 朝着微山岛而去 微山湖虽然大 但是湖面很平静 船行在上面 感觉不到颠簸 格外地舒服 躺在渔船的码头木板上 吹着湖里的清风 能舒服地让人昏昏欲睡 不过这种情况下不能睡觉 到了微山岛之后 干爹和王二就回去了 临走的时候 干爹嘱咐我好好地干 做什么事都不要莽撞 凡事三思而后行 然后干爹坐上王二的船就回去了 我站在岸上看着干爹 在那里给干爹挥手再见 直到干爹他们看不见 夜宫 在夜宫 真是 那时候 要去 夜宫 在êu